后来就有一个同学问到 老师我希望他可以这样 就是第一次帮我找什么 第一名的 也就是这个排名排第一的 第一的话就是找哪一个 找这一个 意思就是把34带过去 那再来找什么 找第二名的 第二名的话应该是这个 把21带过去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所以当然程式会越写越复杂 不过其实有些地方都是共通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什么 按照那个就是 1234567的这个排名去找的话 那其实关键就应该在这里 意思是什么 帮我第一次找第一名 也就是第一次他变一给他 第二次的话呢 变二给他 第三次呢 变三给他 他就帮你找到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哦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也就是这个数字 我是希望什么 他这边变成不是小于等于 而是直接就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一次是找第一名 第二次找第二名 然后一时类的 可是问题呢 你这个数字 假如说你是写一的话 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变的话 这个地方你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在云端上好像有放 那个最后的那个答案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外面 多再增加一个回圈 不过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 意思是说呢 我这个回圈是 假设是什么 Fortray等于什么呢 我要变出1到7的这个数字 Fortray等于1到7 然后有Fall就会有Nest 所以呢 记得有头就有尾 然后把这个第一层 这个是外面这个Fall 里面这一层呢 其实按一个Tip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第一个Fall 第二个Fall 然后做什么呢 我第一次先产生1 那放给谁呢 放在这里就好了 等于追 OK 诶 诚诗写完了 看懂意思吗 其实哦 我们主要是什么 本来是小于等于7 对不对 那我其实只是什么 把它变成等于多少 等于 那我需要给它一个 不断在改变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当我第一次的时候 是找1 所以呢 第一次找1的话 就for1等于1到7啦 所以这个追的词 它就第一次是1 第二次就是2 一直到7为止 OK 然后呢 那底下这个回圈是什么 就是一直去找的意思 找到之后往下加1 往下加1 其实不用变 所以其实基本上哦 我只有改几个地方 1 把小于等于7改成追 2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外面包一个for 最等于1到7 一个nest 结果OK了 那你想说这样 这样跑跑看 我们看看这个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啦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让它再执行一次 OK 看一下哦 有没有 34是不是第一名 34 好像刚刚看到 看过应该是第一名 没错 第二名的话就20 第二名21 没错 那第七名的话应该是12啦 所以没错 看到 所以其实里面呢 只是改了两个地 应该算两个地方吧 OK 就是改这个 把这个哦 本来是小于等于7 改成等于J 外面在包 你要变的那个数字 就OK了 所以其实 在那个VBA程式 不管是不是VBA 以后程式设计都一样 这个逻辑 你写别的语言也是相通的 主要是解决什么呢 解决那个变数的问题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遇到 那个会变的地方 你就给它一个变数 OK 然后呢 你就要把那个变数里面 要的那个数字 或要的那个值 把它变出来 它就会按照你要的 去帮你把它做完了 OK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